随着我国在4月1号重开国门 新加坡比邻的新山当地有多家油站 也塞满了来自新加坡的车辆 让生意在顿时间红红火火 但也因为如此这两天在网络上就传出 有新加坡车主违反规定 偷偷添加我国政府津贴的RON95汽油 这就让前手上那集看不下去 直接在面子书贴了照片还发文抨击 我国的RON95汽油因为获得高额津贴 而被列为是统制品 所以把RON95汽油卖给外国人 这是违法的行为 那集说我国每公升RON95汽油 都会获得政府大约1令吉70Cent的津贴 如果外国人来我国每天加40公升的RON95汽油的话 那政府就会损失68令吉 这数额并不小 那集也指出我国RON95汽油每公升卖2令吉5Cent 这是全球第11滴的价格 他也强调被允许卖给外国人的RON97汽油 在我国目前每公升是3令吉91Cent 虽然这个价格比起RON95是贵一些 但是比起新加坡那边的RON95汽油 换过来马币的话 每公升要卖9令吉37Cent 当地RON97汽油每公升要价10令吉90Cent 那我国的油价算是便宜很多的 那那集就说在我国尤其是新山的油站应该更加密切留意外国人是不是有类似的行为 大马国门大开 大批新加坡车辆纷纷涌入我国 让新山油站业者的生意瞬间爆灯 虽然大部分新加坡车主都很守规矩 都为车子添加RON97汽油 但还是有民众拍到 有新加坡车主趁人不注意 偷偷添加RON95汽油 引起网上一片谩骂 而睽違两年后 新山油站也再度出现各种奇葩打油的场景 其中有新加坡车主用千斤顶把车子架高 认为这样能够添加更多的汽油 当然也有不少车主用力摇车的经典动作 让新山往日的添油日常再次上演 对于网上流传有新加坡车主 偷打我国的RON95汽油这件事 贸销部长亚历山大今天发文告说 根据网上广传的照片 那名车主添加汽油时 使用的是黄色油泵 所以怀疑他添加的 就是我国政府补贴的RON95汽油 他说贸销部也正在严正看待 并且已经指示执法组马上展开调查 而亚历山大还说 在1961年供应控制法令下 一旦罪成 当事人将被罚款最高100万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三年 或两者监失 所以他就勒令加油站业者 必须要加强监督工作 尤其是在马兴边境的油站 以免再有新加坡车主 偷偷的去加这些有被津贴的汽油 使用了一身大量的距离 使用了一身大量的距离 是温可不容易的 还有一身大量的距离 也有得触碰到一身大量的距离 也有了一身大量的距离